你进了这个门就要交钱 一万多 差不多两万吧 现在是六万吧 六万 等于说涨了三倍了 乖不得你的女儿这么拽 连你都敢打 Hello 大家好 我是冯基 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琴 现在我们在广州的山姆会员店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山姆会员店逛 感觉跟沃尔玛还有其他品牌的超市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这里是会员制 就办理了会员之后才可以进来这里逛 看起来跟电视上看的那些美国的超市一样 摆放的也是一样的 都是高高的柜台 然后我发现好多东西都是非常大件的 对 反正你买什么东西吧 都是这么大件的 或者它一个包装里面有三个东西在里面 比如说那些什么 照明用品啦锤子啦工具啦这些 你只需要一个 但是它一般包装也是有三个的 但是价格也不贵也很便宜 刚刚我们在为房车还有杨玉挑一些经常用到的商品 像这个四升的水壶的话 它跟家用水壶也不一样 它是 一般来说家用的它里面是玻璃档的 但是这种的话它是304不锈杠的 相对来说就比较耐摔嘛 你还想说四升不够大这个很大了 我没概念啊 因为在家里面感觉好像 你看起来这个场地比较大吗 对反正不大了 这样看起来就不大了 我感觉家里面的还要大一圈的感觉 这是给杨玉挑的狗粮 上面都会有标注这些基础蛋白含量 应该是肌肉蛋白吧 它上面的营养成分都会标注 这样看起来的话就比网上买的要靠谱多了 而且这些都是一些进口品牌的 上面有标识 突然之间感觉好像似曾相识 好像看上试片看过这个场景 你走过去 空无无人的走道 然后突然旁边冲出一个丧尸 这个就是我们卖的那个黑枸杞 它换的淋下去那个的吗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例行刚刚纠结的点 这个我们卖的原料来自这里 但是呢 它产地是中位 淋下中位 等于说这个原材料就是各木拉过去的 加工之后包装好拿来卖 看这个写的嘛 虽然然又素原至种植基地嘛 啊对 这些在浦东潮市也少见了 都是二客的那些 上面的标价都是客算 啥都是这么大的 都是这么大的 好不好吃是一回事 只要是一般人家也买不了这么大的吧 很快吃的 他说 吃不下 很好吃的 我感觉看到都腻了 都这么大 一大堆的甜品零食 都是爱过更多的口味 对 不过感觉他们这种画风 主要是增加食料多好吃 我感觉他们的这些画风 就跟美国的那些商场是一模一样 我就担心说他也是按照美国的口味 但是不是 那种就厚甜厚甜的 对他们好像感觉甜都不用钱 而且很容易发胖 吃些食物的话吃太多 汤里面再加点汤 汤里面再加点汤 这个地方 好像 我们来过很多汤 哪些好吃 哪些太甜 我也不知道 这么大份沙拉 这是火锅吧 火锅吗 是 这是备好的菜 备好的料 我还以为是沙拉 哈哈 你在外面 你在外面 吃一个一百多块钱 很正常的 嗯 如果在那里 在家电水一直在房车的时候 在出去吃 那就比外面吃的要比不多 也对啊 基本上需要的料子都有 80块钱 如果你在外面吃好像吃不到 对啊 那个店里面吃 这是城市套餐 城市套餐 赶海全家桶 他也没有满的 但是有这么多料子也不错 这个是用来做什么 也是做火锅吗 吃的吧 煮的吃的吧 反正我感觉他们那边的 重工业风 就这个样子的 他们煮小龙下 是拿铁桶来装 一大桶 煮下去放点玉米啊 那这样直接倒水下去煮就好了 那这样直接倒水下去煮就好了 倒下热水开一下 那这样直接倒水下去煮就好了 倒下热水开一下 就是跟热火锅一样 这些应该是甜芥末酱 看美国那边的肥仔呀 就经常烤了一整根一整根往嘴里面塞的 就是这些 买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现成的 因为城里面 实践是最金贵的嘛 他们甚至连这些虾啊 鱼啊 章鱼仔啊 它里面的牙齿啊 都抠好了的 直接下锅煮就行 这些海鲜贝类 对啊 连这些鱼的骨头都已经完全剥好了 其实说白了就是为城里人服务的嘛 没时间 也没有那个精力去处理这些事情 我们那边卖的很多 大部分吧 牛排都是那种粘和肉 这边的是真正牛排 那种圆饼的 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压在一起的 灰蒙蒙的颜色那种 那种是合成的 谁要看你怎么想啊 这边东西也不算贵 毕竟它三块这么大块的肉在里面 每块都有这么厚的厚切 这么这么厚吧 应该有两到三公分左右 也才一百块钱 那总的来说比那些合成肉就划算多了 这些就比较适合健身人群的 健身套餐 对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碳水化物的 这些就是进口肉 它质量怎么样不说 但是它的部位是相当好的 那条肉啊 就是每根肋骨排骨 它中间的那一块肉 一块块取出来的 这应该是腱子肉 牛腱心 对 问题是在市场上面 也未必能买得出来 这些分级分类好的肉品 这里可以买到 国产的肉品类也分类非常全 像宁夏的摊牙 在这边也可以找到 还有像北方那些的特产 它的分量都是plus 但是便宜呢也是整便宜 70块钱9个 相当于多少钱 9个的话 6 9 50 47 9 63 8块钱一个吧 比市场上面便宜 购物体验跟大部分的超市 还是简单不同的 不会有那些拉克一样的人 有上班有上班 对啊挺销 这个走得怎么好啊 这个走得怎么样 没有状况 最多就来一句欢迎光临 这样子 反正东西你自己选 你进了这个门就要交钱 它是他们是会员式的 每年都要交原费的 这个蓝莓超大客 蓝莓plus 一般都是这么小的 我们市场会卖的 它卖的那么大 43 像是蔬菜类的 分门碟类 包括有机啊 非有机啊 这边都是有标注 600克 15块吧 按下买的 大家没有看到那些白酒类的 它的价格真的就跟他们官网的标价应该差不多吧 一瓶就1500 一模一样 就一模一样的 就这个酒拿出去稳赚啊 而且我们自己可以拿来收藏一些酒 你说投资黄金啊 投资什么的 你买10年前 10年前你买了100万的茅台 你再拿出来 换了十几二十倍都可能不止了 这边是不卖活的 生鲜食品的 应该是用受冻 技术保存 就是吃起来的话 据说是跟新鲜的没什么两样 因为我才不信呢 信才有鬼 什么鱼都有 有没有想过体验一下 他跟达斯整箱整箱拿的快感 没有整箱拿 一盒盒拿 也有一箱一箱的呀 你可以选择一箱啊 这些就是狗狗现在吃的 捡动了之后他不会卡脖子吗 他骨头那些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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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不怕 生的不怕 不煮就ok 煮了他真的这个骨头会变硬的 对啊 我感觉这就是给他这些健身人士吃的大部分吧 有的人也买来喂狗狗 一包有多重啊 一千个 两斤一包两斤 十块钱一斤 这就很刺激我的三观 这才十块钱一斤 但是我们买的狗粮都十几块钱一斤 接近二十块钱一斤了 那还不如喂这些 对 还不如直接喂肉 狗粮上面也写了 就是写什么 里面含有鸡肉啊 什么什么肉 用的是边角料 这些直接就是肉了 狗粮他还有一些什么粉啊 对啊 那个淀粉勾芡的 而且狗狗吃东西 人看不到吗 他肯定不会用什么很好的料子的 真正的牛肉面 有牛肉大种 他已经卖成了这个价格了 我已经刚才问 跟图片一样吗 肯定是一样的呀 哈哈 不像康师傅王那些 就看起来是那么一回事 打开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大哥刚刚说 这辆车提速跟特斯拉差不多 我还吓了一跳 我说一级怎么可以这么快 然后143 AMG 太低调了 这一套也长了 这一套长的年数长 长的是很正常的一些事情 对吧 以前买的时候很便宜吧 以前买的时候 是比较便宜 那个时候刚刚那个 福利的老板出事 就是万青娘被抓了 万青娘被抓了 他们老板跑到香港去多个 然后就把那个 内股打折卖忙 就买了 一万多 差不多两万吧 现在是 六万吧 六万 对于说涨了三倍了 其实来这些大超市啊 大商场啊真的是买东西很 不能说很便宜吧 但是 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很多国内外的 非常好的一些产品 在这边都可以找到 像是 西北的虫草啊 纳取的最好虫草 这边也可以找到 只不过价格的话 贵是贵了点 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那边嘛 所以可以买到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 跑到一家来逛一下了 我们很少到大城市 这次呢 大概就带我们到处转一转看一下嘛 其实大城市跟我们经常在外面跑的生活 是完全两码出来的 这些就是家具的成套购买方案 基本上家里面能用到的东西 这里都有 而且都是根据城市来设计的 像这些布衣沙发啊 好多这些都是收小了 就是为了方便小户型购买跟入住 刚刚那个还不是最极端的 还有更极端的例子 就像这些沙发的 它的宽度啊 还有它的扶手的厚度啊 都是做了很大的削减 为了适应小户型嘛 做的越淡保越好 感觉里面就是一块纸板在里面一样 很小 但是做起来还是算是比较舒服吧 为了节省空间 动了不少心思 好吧我做 我说了 立青说这个就是拿来装臂的 其实不然做起来还可以 这个做起来挺舒服 但是它的款式也好看 它十几年前的就有这个款了 对乐从盛德那边的话 还比较便宜 这边就相对于来说 就比较像是懒人购物嘛 一站是逛完这里都能找到 有床啊 有床可以让你躺 哈哈哈哈 反正啥都有吧 就这些小东西 这个技术是记多久的 不知道 哈哈 那这样算下来确实没用啊 它就是装饰 啥都有 就算是最简单的一些灯泡 它们都是不一样的 看起来差不多 这个要49块钱 但是就 隔这么一点点距离 如果拿这边的话就便宜很多了 只需要7.9元 相差了五六倍六七倍的价格 差距很大的 走吧 走吧 再转一下 这边还挺大的 感受一下蛋黄 现在所居住的空间 昨天晚上太暗了 就没有拍出来 逛花园就 400多平方 超级大的花园 每天就可以逛在这里 选逛一圈 其实就是够了 运动量也差不多了 哇 像这么大的房子 300平方的房子 400平米的院子 而且还是在广收市中心这一片的 对于我们做自媒体的人来说 大部分工作一辈子 不是对于自媒体来说 就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工作一辈子都是很难企及的一个高度 但是我们的朋友呢 就刚好有这个水平 然后可以借助他自己的生活 他自己的视角 来了解一下每一种人 不一样的人生阶段 毕竟这里是广州 基本上全国各地的 有钱人都来这边定居的地方 生活资源啊 设备啊 确实没得说 你讲不讲话 乖不得你的女儿这么拽 连你都敢打 连你这个亲妈都敢打 杨宇飘了现在 怎么了 他觉得他女儿过得很好 他也要那种生活 跑到车头上过来了 不行的杨宇不能这样的 一般都不过来的 不过他这两天玩得其实还挺开心的 又见到了自己的女儿 又吃到了好东西 有什么好开心的 被女儿凶 后面杨宇他也凶回去了 他自己也没那么怂了 觉得不能被女儿欺负 不过讲真了 我们就这一次出来一趟 也是跟别人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经验 我们两个过来啊 就看杨宇的女儿 叫做蛋黄嘛 现在过得非常的不错 我们也就心里面也就很舒服了 有这么大的院子 说真的 就不要说别人了 就是我们自己家里面见的话 也未必会有这么大的院子 我都很羡慕蛋黄 我都很羡慕蛋黄 你都很羡慕 真的是 以后我们有机会自己奋斗 自己看有没有能力盖更加大的房子 然后人也有更加好的空间可以住 好了 先这样吧 喜欢我们视频 请观众们 拜拜 拜拜